你好,欢迎收听人生RPG,我是Dogba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 约翰伯格投资尝试 光听书名就知道 这本书的作者没错就是John Burke约翰伯格 他是第一个创立植树林基金的人 那就是大家所称的植树化投资教父 他在1929年出生 那在2019年过世 活了89岁 我看到这些投资教父级的年纪 我都会发现说 是不是要活很久 那才能成为就是这个市场上 居住轻重 或是能够有意见领袖的一个指标 那时间上活得久 或者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 他们的投资的标的或心法 是不是正确的一个要素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这些投资级的教父啊 大师都活得很久很久 真的蛮厉害的 好那这本书里面 用大量的图表去作证 约翰伯格他自己想要 跟大家提倡的概念跟意图 那我们接下来会用三个面向来探讨 那跟个人分享我自己看到的一些观察 那里面有一些作者相当多的意见 好第一个我们简单来介绍 所谓的指数化投资 以及近期相当火热的ETF 那对于约翰伯格来说 他觉得最简单的指数化投资 就是所谓的TIF 不是现在常见的ETF 因为对他来说 ETF有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包装过跟改变 那什么是TIF呢 TIF就是Traditional Index Fund 那基本上他就是完全复制某个指数 那直接追踪跟他去完全复制 那约翰伯格在1970年 创立的第一指数投资请托 First Index Investing Trust 那这个基本上TIF 主要是透过基金公司去购买 跟一般ETF不太一样 ETF的话他是在股票市场去做购买 所以两者的光是投入的 从哪里投入的概念就不太一样 那TIF我们可以想象说 好我们假设 像TIF就是约翰伯格创立 他是完全追踪标普500 我们想象说标普500 就是护旭上的便当 护旭上便当就是 好只有一个鸡腿便当的话 那就是饭跟鸡腿 那跟三个小菜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一点点辣椒 所以可能其他便当店 要复制这一个鸡腿便当的时候 他也会完全追寻 就是护旭上便当店 一个鸡腿 一个一些饭 然后跟三个菜 然后一点可能一点辣椒 那他就是完全会follow 就是指标上的东西 去做稍微一点点的调整 那为什么约翰伯格这个会被大家所记得呢 是因为他的投资管理费相当的低 只有0.04% 所以说TIF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复制指数化 像标普 作者的标普500 然后道琼 费成半导体 这个基本上都有相对于的投资公司 去做这种TIF的 指数型基金的投资标的 然后民众可以去购买 那ETF有什么呢 ETF叫做股票交易所 交易基金 Echange Trend Funds 那这个基本上就很像说 我们今天虽然知道说 虎巨章有在卖几堆便当 可是其他便当店可能想说 好 那我今天来穿一个就是排骨便当 而且排骨便当里面 我还不一定是三个菜 我可能是放了八个菜 然后放了很小很小 格子都可能是半口那种 八个菜 然后把你包在一起 然后跟你说 这个是排骨便当 那可能又有另外一间公司 他跟你说 好 我今天要来一个 比较精华的 今天就两个菜 一个排骨 然后一堆饭 这样子 那饭的比例很高 这也是有可能就是 跟前面胡去张便当店的 便当不一样 那他的概念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去创造 自己所有定义的ETF 然后你就进去市场去做股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 像我们比较知道的股外 他就说他会自己干ETF 自己干ETF 就是代表说他会自己去购买 相对于他觉得 这一套买一满 会成为自己一个投资的 表弟的族群这样子 所以ETF 某种程度就像大家说的 财鼠也有说过 ETF是一个大便当的概念 你可以自己包包 然后包得很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就想拿举例来说 台湾最常见的就是 原大台湾50 他就是拿台湾前50大市值的公司 包在这个ETF里面 然后相对应的比例去做购买 所以台湾50指数的 里面的成分 有可能就会因为时代的不同 而有不同 就好像说台积电以前的占比 根本不到将近五成 可是你看现在 光一个台积电的占比 就已经是台湾市值前50大的 将近一半 所以时间上会有不同的调整 所以某种程度上 买这个台湾50 它的概念就是买台湾前50大公司 但是至于占比 就看每间公司的获利表现 以及所谓的市值 还有营收的状况去做处理 好 那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要来探讨跟分析说 市场获利 或者是它亏损造成的原因 那对于John Berger而言 他自己有觉得 总共有三个部分 然后我把它整理起来 成为三个部分 不一定还是觉得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报酬 那约安博格在书中有提到 国票市场 投资报酬 跟投机报酬 成为这两种报酬的来源 那投资报酬简单来说 接下来都会慢慢跟大家探讨 投资报酬就可能说 我公司出去外面赚钱 外面赚到的钱 扣掉一些成本 那尽力就是我的投资报酬 那投机报酬 比较偏向于短期的市场情绪 可能说 我们拿最近最火热来说 好 那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就算是 比较偏向于投机报酬 因为有一个 很大的消息 去push它的股价 有很剧烈的震动 这就是 对于心态上 可能期待上 心理的因素影响 是股价表现 好 那第二个是 约翰伯格提到 股东获利必定 堆移企业利润 这个其实蛮 简单的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公司有赚钱 回馈到股中 这是合理的 可是有时候大家都会忘记 其实 这一个 企业利润 有时候就是 所谓的市场投资报酬 很容易会被忘记 因为 大家很容易会想要 就是赚快钱 然后引入了 投机报酬这种心态 导致这个 在现在 可能这一年内 被大家忽视了 好 那股票市场所赚取的报酬 就是 股东报酬 必然等于市场赚取的毛报酬 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这句话意思 其实就是概念说 我赚的钱 赚的钱 某种程度上就是 我整个市场股票市场赚的钱 其实就是 我这个股票的公司 去外面赚的钱的基础 就是有点像毛利 毛利那还没有扣掉经历吗 就还没有扣掉成本 开销什么之类的 好 那再第二个 我们要探讨 就是所谓 刚刚没有说到成本 成本 对 约翰博客来说 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 所贯穿的 最重要的 因素 就好像说 之前有一本 就是投资最重要的 是Harmark 他讲到的是风险 那对我来说 这本书 最重要的内容 是成本 他有提到说 我觉得最精华的句话 投资的成败分 也取决于成本 其实我们很常会看到说 今天股票 涨了多少% 跌了多少% 然后你就觉得说 我们先看涨好了 涨了多少% 你就觉得 涨了可能10% 涨跌停 太苦的话 那我们就觉得 我要把它买掉 你觉得是赚10%吗 没有 因为你还要扣掉 所谓的 手续费 证交税 这个扣掉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不会完全获得 所有的市场报酬 就是10% 就回应刚刚说的 股票市场赚取的报酬 必然等于赚取的毛报酬 那是因为 你根本还没有扣掉 成本的概念 好 那成本大致上 有什么东西呢 税金 就像是证交税 然后如果像基金的话 基金的话会有管理费 那股票市场里面 会有手续费 还有交易税 那经理人费用 这个部分 就会在基金市场里面出现 所以 约翰博哥有提到一句话 一旦扣除成本 想要击败市场 根本就是输家赛局 因为对于约翰博哥来说 如果你已经本身 买到的标的 是有亏损的 那一旦再把成本加下去 基本上恭喜你 你的钱全都直接会有 就等于你根本赚不到钱 而且基本上你还落后市场很多 因为成本一扣下去 你就真的拒绝 而且是局的好大 就是你会落后相对于很多 报酬来说 会落后 趴数会再被吸血 吸掉更多 好 那我们探讨一下 就是因为约翰博哥 基本上主要想要是指数化投资 那相对于它那个年代 就是基金嘛 好 那基金的管理费 我们会想说 因为其实我们想说 基金跟基金到底是什么 因为股票就是很简单嘛 市场去买股票 那基金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我这样比较安全 可是基金相对不 相对不一定也安全 而且它的费用 其实银行成本更多 好 那基金管理费里面就含那种 就是管理费嘛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 还有一部分是基金经理人的费用 就好像年薪 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是跟它基金操作的绩效挂钩 所以对我们 对约翰博哥来说 如果你基金理人拿了越多的钱 相对于投资人 你赚的却越少 所以 在以前所谓的共同基金的市场里面 成本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会吃掉你很多的报酬跟毛利率 对于 对于共同基金管理 对不起 像ETF来说 我们举例ETF 连台 元大 元大台湾50跟富邦采集50 这两个 追踪的标题完全一样 都是追踪台湾前50大市值的共识 可是呢 这两者 某种程度上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为什么很大不同呢 在于成本的部分 像举例台湾50 元大 元大台湾50 它的内扣成本 我查到两个版本 一个是0.43跟0.36 那富邦台湾50呢 查到0.43的 对应的是0.36 那0.36对应的是0.185 所以你来看 某种程度上 基本上元大的台湾50的成本 已经快比富邦的台湾50的成本 高了一半 所以这是为什么 现在比较多人 在买 就是相对于同样标的的时候 他们会直接去买 对不起 富邦台湾50 就像我一样 我前面一开始也是撒撒买 元大0050 后来才去买 就是00608 因为我发现成本隐藏起来 然后你等到你发现 你自己看到说 我看成本差了快将近68到一倍的话 但你自然会觉得说 好买的东西一样 这个概念就好像说 如果都是鸡腿便当 那为什么 胡须上可能 卖还是100 你可能一般便当店卖还是80 那如果都是三菜 然后有饭 有鸡腿 鸡腿都是大只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说 那为什么要去买胡须上 可能他 如果假设两者的环境卫生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给胡须上赚 那我为什么不去买 就是一般便当店的80块鸡腿便当 要去买100块的 胡须上鸡腿便当这样子 所以 当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 就是所谓成本的概念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就买 我就买大家就是喜欢的表弟 我为什么比较有名的 那可能有时候比较有名相对的 他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那再来就是我们 所谓成本 有约翰博格要帮我们 提供三个我们可能平常会 忽略掉的投资成本 第一个叫做近期报酬偏高 为什么近期报酬偏高 可能导致的成本会越高呢 因为你报酬月高 所谓的相对的证交税或手续费 也会跟着被拉高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短期报酬很高的话 相对有可能是因为 基金大量进出所带来的 绩效表现 可是相对于 如果你有大量进出 相对于你的成本 也会隐藏在后面 你没有注意到 好 第二个就是注重短期报酬的费用 为什么会注重短期报酬费用 会带来更多 那个没有看到的成本 是因为短期报酬 某种程度上就回应到刚刚的 你会大量的进出 大量进出就带来大量的成本 只不过你可能没发现 所以可能大量的 大量的进出 堆叠出大量的投资报酬率 可是某种程度上 它也堆叠大量的交易成本 在里面 就好像台湾的 台湾为什么 就要拿台湾近期的例子 原大算是一间 就是透过 正 股市去赚钱的一间公司 那你看台湾的成交税跟手续费 因为大量的资金在 市场上里面进出 所以发现 原大的获利的 能力就会超高 某种程度上 你是帮原大 跟那些正确公司赚钱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 很可怕 所以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成本的费用 好 第三个 约翰伯格提到的是 隐藏成本 隐藏成本对他来说 就可能像 税金啊 交易费 这可能我们一开始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一直注意 focus在报酬上面 可是 记得 报酬 一定有它相对应的成本 要去支出 不是说天下都是白吃午餐 你看到的照片报酬 一定会有一些隐藏成本 要口在里面 才是真正你获得的利润 好 这个成本的部分 在这本书里面 有相当大的 就是比例 基本上我觉得 大概除了后面 最后一张 其他基本上 每一个章节里面 都有提到 所谓成本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作者要 就是推出指数号投资 就是 因为它的成本相当地 0.04 其他可能就是2点多啊 然后1点多 可是你去除那个0.4 你就会发现 这个倍数不是1倍或2倍 是将近10倍或以上 所以成本对 约翰博物馆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 可能不是约翰博物馆 是这本书里面的概念 成本是一个相当重要 要去参考的一个要素 好 那再来就是 成本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市场情绪的东西 市场情绪对约翰博物馆来说 是投机成本 好 那为什么市场情绪 会就是有相当大的投机成本呢 好 在书里面作者 约翰博物馆有提到 一句话是 股票市场是投资视野的巨大干扰 那怎么验证这一句话呢 我觉得以近期这两年内来说 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 你看特斯拉在2019年 它是逼近将近破产 股票大概市值 股价大概是200多块而已 可是你看2020年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你看特斯拉的股票还原股价之后 它曾经快冲到 应该这样 还原完快冲到5000 所以这概念就是将近25倍的差异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觉得是市场情绪堆叠 特斯拉一直往上冲 所以这个概念是蛮可怕的 你会发现说 如果 最高情绪可以冲到将近5000 你看像特斯拉近期内 还原股价大概就是3000块 所以5000跟3000也是将近一倍的差距 所以为什么导致这个 股价有剧烈的震动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情绪 过于热或过于冷 导致股价有大幅度的修正或是变化 所以这个投机成本某种程度上 如果你做操作的好 它就不会是成本 你反而是活力 可以弄个不好 它市场情绪 有可能就会成为成本的一部分 因为成本基本上就是要扣除的东西 所以这个概念蛮可怕的 如果就以台湾近期内来说 就是两个东西 叫做富邦越南ETF 跟国泰永续高股息 这两只ETF 在前期都有所谓一价的问题 就是其实你还原股价 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的价格可能是只要10块9 可是你会发现 ETF的股价可能会冲到将近12 12就是多了20% 那或者是冲到13 所以某种程度上 你去买的话 你会发现说 那为什么不去买原本的股票就好 那我要去买它自己帮你包好的ETF 那我要去买它自己帮你包好的ETF 这个就是所谓就是溢价的问题嘛 所以对于作者来说 如果当市场的情绪跟高额成本同时出现的时候 那就是所谓的双重灾难 是你要付相对高的钱 那如果可能市场情绪又带你走向亏损 就是股价往下 就好像说前几天嘛 高端连续跌顶6根 如果你是买在最山上的 那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情绪 导致你的成本直接被吃掉 将近一半 虽然现在反弹了啦 对 但所以就是作者 对作者来说这种短期内的波动 对他来说都不是 他要的投资的方式 对 相对于可能像主动选股这个概念 因为他补格的概念就是 比较适合一般 可能刚入股票 可能没有选股能力 或者是对于股票操作 根本就是黑人问号的人 在购买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来讲到 我们最后一个章 最一个部分就是投资策略 那我们先讲不好的 因为里面有 约翰博格提到了一些 比较不好的内容 总共有三个 好 那我们可能一般人会想说 我们在选择 就是投资标的的时候 会想说 我们先挑选 长期绩效比较佳的 好 那这个也是被约翰博格提出 他的论证去做反驳 那就是打脸 他有提到说 在1970年创立的股票 总共有355只 JH2016年 总共有281只股票 对不起 市场基金已经都消失了 倒闭 或是并入其他 投资基金里面 所以有将近80% 在1970年创立的 共同基金已经不见 所以你可能想说 40年看来 就不见了将近80% 所以有时候长期绩效 并不是能够直接带你 能够投资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觉得对约翰博格来说 他的投资绩效 就是可能从20岁到死 这将近60年的时间 对他来说 这还是一个长期绩效的概念 所以你看他40年 他也觉得不够 这样40年 没有 就将近50年 他可能还不够这样子 所以长期绩效 不一定能够成为 就是获利的 等于百分百的保证 好 那你可能想说 那长期不行 那我们看短期的 短期绩效比较佳的呢 好 这也面临到所谓 就是均均值回归的问题 就是约翰博格说的 好 那他的论证是 在2006年到2011年 前面股票 共同基金 前面20%353家 投资标的 往后 这五年内 2011到2016 仅有13%是维持在前面20% 所以你可能会想说 哦 这个数字相当的大 所以并不是说 可能这五年内的绩效 有比较高的 前20%名的优等生 能够在未来五年 持续百分之百 得到一样的 获利的能力 在市场比较的状况下 好 那你应该想说 那我可能比较不懂 我可能就是问一些 可能就是投资股 某种程度上 就是台湾的李专 那会不会有 相当大的帮助 那这个一样被作者打脸 他有说 在他的数据里面 1996年到2002年的 投资的模式的话 如果你是自己 主动选股的 平均报酬率是 6.6% 但如果你交给 基金管理人 或是专业顾问的话 你只有得到 2.9%的平均报酬 所以这6.6%跟2.9% 两者差异 已经超过一倍 所以对于作者来说 这三个可能是 大家一般可能会去思考 首先去 确定投资标的的 一些参考要件 对于作者来说 这都是有问题的 投资标的 所以作者有提到说 就是你不要去 看到过去的绩效 来购买基金 这是相对可怕的 这是对投资人来说 相当不知之举 对他来说 他是相对愚蠢的 这也常常提到 就是有些人会说 不要用后照镜看世界 因为那个都是已经过去了 就像我们可能 以前来看传产 以前可能是石油公司 可能以前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石油公司是相当有名 跟市值非常大的公司 可是你看现在 前十大市值 基本上都跟科技类有关系 所以你看 二十年前的事情 跟二十年后的现在 已经是不一样的概念 而且现在 还有所谓的加密货币 会不会二十年后 是加密货币主打天下 这我们不确定 所以对作者而言 我们就去 不要去专注当下 现在有的东西 就是交给指数化 去做操作 因为有些人常会说嘛 如果你打不赢大盘 就像谷外说的 你打不赢大盘 那你就去加入大盘 不就好了吗 让大盘的平均获利 让你增加你的报酬 如果你可能真的主动宣估 没有办法 或者是你在看标的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 看到一个好的标的 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功课 这你就可以尝试去自己去 把自己的资金交给 指数化投资 或者是ETF 那再来我们就讲 这可能会让你有 正的投资报酬 主要作者有提到一点 就是股债培制 对于年轻人而言 他觉得就是股票比例 可以拉高一点 因为你可能会有 相对大的风险承受能力 那对于老人家 他可能需要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你的债 就可以得到相对大的比例 去做操作 让现金流 某种程度上就是退休金 有远远不觉进来的能力 因为承受风险 但作者也有提到 不一定是一定要 绝对用年纪去看 还有一点就是 你的风险承受度 如果你可能老人家 觉得 我可能还是能在 股票市场去做操作 然后我不会觉得睡不着的话 那你就可以拉高 你的股票比例 其实回归到一点 还是扎里蒙哥说的话 你要能睡早 睡不着的投资标题 都是很可怕的 对于伯格认定的投资的方式 最直接的一句话 他说的就是 投资真的活力并不是来自买卖 而是买了 就不要做任何事情 buy and hold 不要做任何事情 只要站在那里 这是伯格说的一句话 当你买入 只说他投资基金 或是相对于可能追踪大盘的ETF的时候 买下去 不要再卖就放到底 这个才是维持活力的一个很好的要素 对作者 原来不过来说 就是从单纯跟简约中取胜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想说 近期啊 可能像是航运股啊 或是航空股 有大量的机会 那我们就会进去买 可是其实你拉回长期均线来看 这可能是一个短期内 一年内发生的事情 肯定有回归均线来说 或者可能20年内的平均来说 这不过就是谈话一线的事情 或许拉到20年来看 股票航运或是航空类股 不一定是能够拥有长 稳定长期活力的一致标的 所以对于做者来说 买只是说要投资基金 买了放下去 什么都不要管 这才是最吊炮的 获利方式 那我们可能很常会去 用市场情绪去观望 或是去判断这个股票 或是这个东西能不能买 或是可能听到其他朋友的意见去做投资 对做者来说 让算术去决定 它里面有句话觉得相当好 就是算术是科学之首 安全之母 就是某种程度上 对我自己而言 对这句话解释 我就是回归基本面去做判断 判断完 那觉得基本面没有问题 那就买它去 然后就不用再去做 买进或买出 放下去到底就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跟我一样 买下去就没有要再买的意思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指数换投资 很适合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民众 因为为什么大部分的民众 就是很适合这个东西呢 对于指数换投资 原来博客说 这个是防御性投资 为什么会是防御性投资 是因为我们根本 一般民众可能早上9点到下午1点半 你没有时间看盘 那美股在run的时候 你在睡觉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focus 自己本业或工作上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专职 成为一个专职投资人 因为你没有时间嘛 那如果你没有相对没有大量的时间去成为专职 投资人或是做股票的看盘或相对于其他事情 那你就用这种指数换投资去帮你赚钱就好 把钱丢给他 然后你就开始去忙自己的事情 时间到福利会协助你 成为让你获得很多的获利这样子 那作者也另外提到说 从失败中得到教训 那我觉得可能作者之前有一些过往的经验 然后让他当他导致觉 那还是用指数换投资 得到相对于比较好的帮助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相当不错 就是想要补鱼 就要先投资鱼了 就是你一定要先花钱 得到一些经验之后 你才能知道 他要透过什么方法 才能让你现在来投资 或者是赚钱的方式 有一个最好或最佳的状态 那作者也有提到 未来啊 股债市场的报酬 就可能不会像过往来的这么高 或者是疯狂 所以要随时做好 就是股债市场 投资获利降低的可能跟准备 好 那以上就是这本书 大致要讲的内容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近对于ETF的观察 那里面有提到 就是里面有突然 因为有看到作者有讲一句话说 打开已经开看看 好 让我想到说最近ETF 其实百家争名 那手续费跟管理费 可能其实没有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就可能会用业配方式 直接让大家说 最近可能某一间公司 推出一个ETF的投资表底 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 你觉得这个OK 去看一下它的管理费 跟收费标准 大概是多少 那因为现在ETF 太多就是某种程度上 focus在一个族群 可能像半导体啊 最近半导体的ETF 投资族群蛮多 可是如果ETF 如果你投资在相对于 单一激动的市场的话 那个市场有剧烈的亏损或绕塞的话 那某种程度上这个 这个投资表底也会相当危险 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倾向就是 追踪整个大盘的ETF 如果你单纯追踪一个族群的话 那可能是你的悬骨能力 已经到了某个程度 你觉得这个族群 你判断来说会有很大的可能 那你就可以去买 那对于我觉得ETF而言 是一个新手入场的一个入场券 你可能先去买ETF 观察一下市场整个运作 那慢慢的慢慢的去调整到说 好我现在来看各单一族群 单一族群研究完 已经有一点心得的时候 那我们最后再进化到个人选股 我决定直接买这个标的 而且是单一标的 去让自己成为可能 能够有更大获利的一个可能 因为我觉得这个 对于现在年轻人 你可能有在工作 你没有办法成为专职 招牌手的话 其实这个是要花一点时间 去慢慢去做学习 你这条路上不可能一进场 就会一路风平浪静 或是一帆风顺 但所以就是如果拉高 拉高时间长度来看 看10年20年30年 如果要长期活力某程度上 还是要有一定的悬固能力 或是不如就放空交给大盘去 帮你赚钱 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以上就是要跟大家 就是介绍书这本书 约翰博格的投资常识 另外分享就是一样三本书 给大家就是当做这本书的延伸阅读 第一个是刚刚说的 查理蒙哥的普通常识 这本书真的是相当 我觉得相当厉害的一本书 你可能都看到睡着 可如果你有办法看完 你会得到约翰博格相当多的经验 第二本书是漫步化解 这本书也是相当不错 也可能是会看到睡着的一本书 可是里面的年龙也是 我觉得很精彩 就是可能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可能 就是睡着的几率会比较大 好最后一个是台湾的 绿角的基金八堂课 我觉得这本书算是我奇梦书 买完之后才开始去买基金 然后买完基金之后才 开始去把基金的投资标题 换成股市 那这三本书 就是推荐给大家去做阅读 以上是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 约翰博格的投资尝试 好感谢大家这次的收听 那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 或是有什么意见 要来干掉我的 欢迎到就是 不管用什么方式 搜寻人生RPG 欢迎到留言或者是我的Million 去看一下我的文章 或者是到YouTube 也有这种影片 这个音档 放在YouTube上给大家收听 好感谢您这次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忘了 IG也可以 IG也有 拜拜